這個很棒 但給大家買這個 我最喜歡的有鹹有點 包裝是這樣的 很漂亮 是一個鐵盒 嘩 很軟綿綿的蛋糕 有沒有火啊 借了火來啊 大家幫我碰火 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 是HAI WELL TV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們今天會開箱東京的手信 吃完CAMMAN去了東京幾天 我就欣點他 一定要去東京產物 因為東京站是一個買手信的百貨的書樓 所以我叫他嚴選 四五份的手信一定要買 有些是一些長龍的人氣店 亦都是一些網紅的 必點的頭十大一定要買的手信 今天空運回來香港 很新鮮 因為它的普則期限 只有一個月 或者再少於一個月 所以我都快快去吃 好 事不宜遲 現在馬上來開箱 好了 第一份介紹就是這個 Pressed Butter Sand 這個很漂亮的 我覺得做這個手信是非常適合的 不過很低色的 其實大家一開 看到B Road就知道裡面有多少 看看塔塔 因為這個在東京站買 全國有幾個車站都可以買的 它有一個Logo 表示什麼味道 它有五款的味道 五款的味道就是 灰色是原味 栗子 魚子綠茶 檸檬和草莓 它的口是這樣的 一開 它有五件 它有一個說明書 說到它是一個北海道的蛋糕 為什麼是Pressed Butter呢 它是有兩件餅去壓下去 中間是一個牛油 很快到期 因為是二月頭買的 二月尾就到期 One bite size 它是這樣的 好 亦都很厚 但是它說是Pressed Butter呢 我就看不到有很重的Butter夾在裡面 淋上去是很重的曲奇味 如果這個整個都是曲奇 是很厚的 曲奇皮是很脆的 曲奇皮是很脆的 但是咬下去是在吃點餅乾和曲奇的味道 裡面我吃到有兩層甲心 第一個甲心是白色的 有些Butter 這個Butter應該是Cream狀的 有些香濃的感覺 現在吃到之後 可能十秒之後 慢慢散發香味 牛油味是很重的 因為香味在口裡飄飄 但是你說是不是很甜 就不是很甜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好的茶點 我覺得這個 用來搭配咖啡、龍茶 或者日本茶也適合 這個很棒 大家買這個 認住包裝就可以了 這個東京站 你看到很多人的牌子 買這個就適合了 吃到開了胃口 接下來會介紹這個 這個盒子也挺有趣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好像漢堡包的物體 可以給大家看的 哇 好可愛的 它是一個漢堡包 可能觀眾未必看到 我一會兒會拆來給大家看 我現在眨眼看 應該有三個味道 一、二、三 我看到中間是草莓 上次期限只有兩個 因為我沒有防腐劑 所以要快吃 它有兩個味道 這裡寫著 一個是芝士Burger 另一個是Strawberry的Burger 我想說我一開已經是很重的芝士味 好可愛的 真的像一個Burger 它的inspiration就是類似一個美國的Hamburger 來到東京 就放了很多芝士在中間 所以我聽說是又鹹又甜的 我最喜歡的又鹹又甜 它的包裝是這樣的 一拆開就變成這個 的尺寸 是很重的芝士味 這個很香 它的芝士味相當中很厲害 吃下去的口 如果你是喜歡很重的芝士 它不是很腥的芝士 是很香的芝士 Challa cheese 所以是開心好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的芝士 尤其是Challa cheese 我想你會很喜歡 那現在試吃到的士多啤梨 士多啤梨在中間會有 士多啤梨的粉紅色香 我嗅到 curry 已經嗅到很重的吉利 這樣是比普遍的 像平時都這樣見 這個比起原味的芝士 amazing 它這本的粉紅色芝士付 aquele是比 Tiara 原味的遠分的 所以要吃下去会掉 each other 過 taking芝士 士多啤梨的甜度是很重的 所以吃不到的中間 它應該有一個奶油在那裡 不太吃到 但是賣相是很漂亮的 這個用來送給人是非常好 好 試試第三款 口袋是平平無奇的 但是有一個Keyword Keyword就是在這裡 大家看不見到是Volkswagen Volkswagen是什麼 是一個德國的汽車廠 德國的汽車廠會有什麼東西吃呢 做手信呢 其實就是一個 它叫做一個Tool Kit 這個Tool Kit裡面就是很多的朱古力 哇 大家看到其實在上面 都會有這個Volkswagen的標誌 在上面會有很多的朱古力 最吸引的是有輛車 那我就試試 我試兩塊給大家 因為留給家人吃 它的賣相是特別的 而且特別的 就是看到Volkswagen 鑽著Volkswagen有車的形狀 比較甜的 也會有牛奶朱古力的感覺 因為它是會有說明書的 我剛才吃的就叫做Prain Chocolate 有一個Prain Chocolate 還有它有幾款 我一會兒會試有一個 四四方方的Cube 挺有趣的 這個就是一個Caramel的Chocolate 大家看不見到它上面 其實都會有一個福士的標誌 我覺得誠意是挺好的 因為福士我見過可能會有一些服裝 但在食品上是未見過 很有趣的 這個Caramel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甜 因為我剛才吃的Caramel 裡面不算太多 因為平時Caramel 我會吃MG的Caramel 比較黏著 這個吃下去之後 朱古力味比Caramel更濃 我覺得可以甜一點 牛奶味也有 整體來說我試了兩塊 在味道上不算特別 但效果我覺得可以漏 因為很漂亮 是一個鐵盒 裡面可以裝自己的手飾 可以當作一個收藏品 不錯 第四項叫做Carsio Sansan 它寫著1947年創業的 在小冊子裡見到是一個 零和時代已經有的手信 看起來不太吸引 它說是一個Sponge cake 我喜歡它 其實每個包裝都會有一個小冊子 都會說明它裡面的產品 但因為這個是日文 看看有沒有網友 觀眾知道裡面說什麼 我見到是零和 所以是零和時代 流傳到現在的手信 即是1947年到現在 包裝很有趣 好像月餅感覺 因為它會有一個膠盒裝著 蓋上去是軟軟軟 像Mochi那些 它的包裝原本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說像月餅呢 因為它每一個都會有一個防腐劑 所以感覺給我覺得是像月餅 聞起來是完全沒有什麼香味 摸上去真的 都幾重手 是一個糕點的話 嗯 哇 是一個 很軟綿綿的蛋糕 它會有兩層的 裡面是一些Custard Cream 是一些吉士醬 因為我們香港可能都吃到一些 豹芙裡面有吉士醬 但是這個是完全不同 可能是日本它用日本的牛乳 所以會變得很香濃 它那種蛋糕是非常鬆軟 那種鬆軟的程度是我很喜愛 即是我是喜歡到 我是一咬上去我覺得 哇 在口裡很香 可能不多不少有牛油味 但是是很香濃 而且不乾的 我很怕吃到一些蛋糕會吃到口乾 它不膩的 一點也不膩的 不要一口吃光 因為那種Custard的香味 是大概要十秒之後在口裡慢慢滲出來的 那所以呢 如果你吃到一口 很快就沒有了 因為一口呢 一四塊而已 這個Aftertaste 這個是這麼多的 我覺得是都厲害的 這個 它東京必買 我覺得這個真的必買 好啦 嘗嘗最後一個東京的手信 那這個呢 其實看過包裝就知道了 Yukumoku 那這個其實最有名的這個牌子 因為它是日本的光龍 雖然在香港也看到它的店 但是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買的 那它最有名的就是這個雪卡蛋卷 雪卡蛋卷 那這個叫雪卡蛋卷 就好像吃雪卡那樣的 是一個蛋卷來的 那因為它一盒呢 其實我看到它都有三層的 那它的好處是呢 它第二層會有一個箱子去墊住 那就會 沒有那麼容易去壓碎 那這個是日本人對產品的細心 真的好像雪卡那樣 那是長過我的手指的 聞起來很重的蛋卷味 它比起我們香港的蛋卷 我只聞到味道 那種蛋卷因為蛋味是比較重的 那這個呢 我感覺到牛油味是比較重的 聞起來是有一個I Creamy 那種I Ice Cream的那種曲奇的香味 它是一個Row來的 一個Row裡面有三個圈的 嘩 吃完那個牛油味是很重的 那我覺得這個呢 這個口感上是很好 很鬆脆的 有沒有火啊 借助火來啊 大家幫我點火 哈哈 講回這個口感 口感是很鬆脆鬆化 牛油味重 不過裡面是空心的 裡面是沒有任何醬料 所以這個是靠它牛油的香味 所以甜度不是很甜的 有一點鹹 就是鹹多於甜的 如果港式的蛋卷 因為是羅雞蛋 所以吃下去會有很多水片碎下來 但這個其實咬下去之後 因為是實一點的 它實一點之後 就不會那麼容易會掉到整地都是碎 因為港式的蛋卷會整地都是碎 好 今天就試了五款來自東京的東京站 新鮮運動的手信 那我先平一平 我覺得不是Yokumoku這個 因為這個卷蛋裡面是沒有餡的 完全是靠它的牛油味 可能鹹一點點 但不是很重口味 相對來說卡路里沒有那麼多 因為裡面沒有那麼多的 沒有那麼多料 好了 第四位 第四位就是Volkswagen的Tool Kit 因為這個就是朱古力 雖然我是很喜歡朱古力 但我覺得裡面的朱古力 都是中中平平 不是很經驗的 我挺喜歡它的盒子 真的做到像一個瘦針盒 一個Tool Kit 我覺得這個是極具收藏價值的 好了 排第三就是這個Captain's Swiss Burger 這個我喜歡它 因為它裡面是小小的 One bite size 還有很有創意 就將美國的Hamburger 就變成了一個日式的Hamburger 一個芝士Burger 再加合鹹的感覺 我喜歡它裡面有士多啤梨 還有芝士 如果你問我 我會喜歡原味的芝士多一點 買回公司做手信是很好 因為一盒有九件 一人一個 排第二就是這個Pressed Butter Sanat 我首先很喜歡它的盒子的設計 因為簡約得來是很有和風日式的感覺 細節就是它有不同的味道 就有不同的顏色 咬下去都會很脆的餅乾 曲奇餅乾的味道 裡面就有Custard 但這個缺點就是它只有五塊 而且很快到期 2月初買 這個2月27號到期 因為這個是東京站買 它會有一些即場焗劑的 但那個要即日吃 因為它沒有防腐劑的 如果大家在東京站 就買一些新鮮出爐的 這個再買回去給家裡 親朋戚友去吃 是不錯的 No.1 No.1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是比我預期有反差的 叫做Nippon Swiss Kashao Sen Sen的 我是大推這個 因為這個盒子 它雖然是一個四四方方的盒子 但是包裝它印得很漂亮 而且裡面是比我想像中好吃的 我誤會了它是一個Mochi 但幸好它不是一個Mochi 吃下去是一個很鬆軟的蛋糕 很香的 很豐富的 可能兔仔在日本的傳統 都是跟節日有關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五款裡面 我最推薦的No.1 OK 非常好 好啦 今天就介紹了五款 在東京必買的手信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心水呢 因為現在開關了 大家去東京的時候 就會有個Reference 是買什麼手信 是最好的 大約2023年 我祝大家每年去五次十次旅行 去多點旅行 那小弟呢 即將去下個月 會拍我人生第一個Vlog 我會預計應該出到三四集的 所以我一直的心願都是拍Vlog 那大家記住支持啦 還有大家如果有什麼正的日本手信 可以留言和我分享的 那大家記得 CL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Follow我的IG Facebook 看我的心目日常 那我每個星期五都會出片的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啦 Bye Bye 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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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